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麦全道 欢迎大家回来每个星期一次的主日学课堂 今个星期我们罗省的天气又清凉了 其实一出一入的感觉都很清爽很舒服 不会太热 但记得我们仍然要补充我们的水分 多点喝水因为我们天气仍然是非常干燥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养好一个健康的身体 继续去对抗这个疫情 求上帝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 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尼希米记》 我们会看第二和第三章 但愿上帝藉着经文对我们说话 我们去看圣经之前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恩典 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 你给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圣经当中去学习 求上帝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帮助我们有这一刻的安静 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 让圣经的说话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亮光 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 赐给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 我们一同去学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我们会看《尼希米记》 第二和第三章 一贯作风 就是我们的主日学 不是会逐章逐节经文去看完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详细经文的内容 欢迎你们可以自己打开圣经 去看那些经文章节 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第二章的下半部分 上半部分 讲到尼希米向皇帝去求 希望回到耶路撒冷城 去处理城墙和圣殿的问题 他得到了阿达斯西王的命令和护送之下 尼希米就真的喜情回到耶路撒冷 尼希米的角色是一个尤大的总督 所以他不需要受到很多的刁难 虽然他回到耶路撒冷后 仍然受到外邦人的一些挑战 但总算事情是非常顺利 上帝真的为他开路 当他开始重修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的时候 他才发现真正的挑战在这里开始 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九节 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 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 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和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阿门人多比亚 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咒甚嚕嚕 我们读到这里 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知道了 尼希米得到阿达斯西王的保护 有马兵护送他回到耶路撒冷 于是他就去到河西的省长那里 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 将皇帝如何愿意安排木材给他们工作 将皇如何愿意开路给他们 一个通行证交给这个省长 即是说他们以后的事情至少在他们国家的境内 在皇帝的管车范围里面 是不会受到任何的挑战和难助 但第十节 和伦人参巴拉并围怒的阿门人多比亚 这两个我们可以说是外邦的领袖 他们知道为以色列人求好处 他知道这些事情是对以色列人有利的 他们就觉得成为了一个威胁 参巴拉应该是撒马里亚的省长 他不是普通的百姓 他手中是管车着军队的 掌握着军权的 我们在第四章那里就会看到了 所以他是尼希米一个非常危险的仇敌 可以说是一个心腹大患 多比亚很可能就是外约旦阿门省的一个高级官员 多比亚家族后来也成为了外约旦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 即是约旦河外的地方 他们甚老怒 即是说他对于尼希米 带领着一班军兵 带领着一班人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 感觉到来者不善 他们觉得尼希米这样为以色列人去工作 重新兴起这个有大民族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 由于所罗巴伯在重建圣殿的时候 曾经拒绝和撒马利亚人合作 所以就加深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敌意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 这个撒马利亚人其实是属于那些是犹大人 不过他和了外族通婚生出来的后代 所以对于犹大人来说 他们是属于外邦人 他们属于不洁的 不纯种的犹大民族 所以就将他们排诸门外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令到这两个民族 原本同根的民族 他们就心里生了仇恨 生了敌意 其他的敌人 还有在以斯拉改革时期出现的 就是阿门人和阿拉伯人 当时都成为了以色列民族 他们一个很大的威胁 这些人他见到尼希米的来意 意识到他为犹大人争取利益 向一个外邦的君王阿达斯西王 是愿意为犹大人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他们害怕这个犹大国重新的壮大 害怕这个以色列民族 重新在耶路撒冷站稳住脚 成为了轮廓的一些威胁的时候 所以他们当中就产生了很大的抗拒 这个抗拒就后来发展到 去和他们处处为敌 那尼希米去到耶路撒冷之后 事情又如何发展呢 我们继续由第十一节读下去了 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 但上帝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 我并没有告诉人 除了我骑的生口意外 也没有别的生口在我那里 当夜我出了谷门 往野狗井去 到了粪厂门 擦看耶路撒冷的城墙 见城墙拆位 城门被火焚烧 我又往前 到了全门和黄池 但所期的生口 没有地方过去 于是夜间圆溪而上 擦看城墙 又转身进入谷门 就回来了 我往那里去 我做什么事 官长都不知道 我还没有高数 有大平民 祭司 贵奏 官长 获其余做工的人 我们读到这里 尼希米去到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日 然后他趁着夜晚没有人的时候 他就走上城墙拆看 还带其他身边几个人 于是这里我们会看到尼希米 好像形容一个他夜晚见到的景象 好像真的好像写日记的一样 将那些事情很仔细的写出来 连那只骑着的生口 可能是炉 可能应该不是马 如果马 可能很大声的了 还有如果用马的话 就有一个战争的敌意在那里 所以应该就是骑着一个炉 但他这里没有特别去交代 这个都是我们推上出来的 他走到城门口 慢慢去观察当时城墙的处境 他发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城门又被火焚烧 去到城门和黄池的时候 因为那只炉没有办法通过 于是他就沿着那条溪流走上去 于是走一转之后就回来 他说到上帝要他做的事 他没有说给身边的人听 甚至后来到十六节那里 他说他去哪里做了些什么事 都不会向那些官长交代 他也没有告诉有大的平民 祭司、贵州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 即是说所有的囚宣在他自己的心里面 为什么他会不告诉这些人 很可能他是想把事情保密 又免得触动到其他人 如果大挪大鼓的 去说原来他们要重建城墙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面对着更多的困难 其他人真的会有备而来去挑战 去攻击他们 这里我们只能够这样去推断 后来发生什么事 其实都给我们一些提示 给我们一些推想 我们一起继续读下去 第十七节 以后我对他们说 我们所遭的难 耶路撒冷怎样荒凉 城门被火焚烧 你们都看见了 来吧 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再受凌辱 我告诉他们 我上帝私人的手怎样帮助我 并皇对我所说的话 他们就说 我们起来建造吧 于是他们奋勇造者善功 但和伦人参巴拉并遗留的阿门人多比亚 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 就痴笑我们 藐视我们 说 你们做什么呢 要背叛王吗 我回答他们说 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要起来建造 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 无权无纪念 我们读到这里 刚才我们曾经提过 尼希米 他没有将他要做的事 说给身边任何人听 他心里有数 他知道了 这是上帝指示 感动他要做的事情 他曾经围着 这个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事 向上帝祈祷有多少个月 四个月的时间 接近四个月的时候 他切切为这件事祈祷 悲伤哀同 后来 他终于找到个机会 和皇帝说出的时候 皇帝也愿意任命他 但当中他回应 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和基善的时候 我们看到尼希米的回应 其实就是很清楚一件事 不是阿达斯西王要他重建成墙 是天上的上帝 他说你们怎样做都好 怎样说都好 痴笑我们都好 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 我们做他仆人的 就要起来建造 我们清楚知道 这个是上帝工作的时候 做主的仆人 我们真的要听命 起来建造 有行动 参巴拉、多比亚和基善 联合反对重建耶路撒冷城 是基于他们当时 无论是政治上、商业上的利益 一旦尼希米的势力建立了的话 有大国人重新去兴成的时候 就会成为他们的威胁 而亦都非常之影响 当时阿拉伯人在南北贸易的通道 所以在这里 他们在往后的经文里面 我们会看到他们经常 就去骚扰、挑战、阻拦他们的工作 当我们一直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尼希米记第三章 就会出现了一个建造者的名单 一系列的工作任务 是摆出来 就是哪个人去见什么的门 哪个家族 去重新建成场的哪个部分 以后来我们能够观察到 这个城墙只是用了52日 即是多少时间 即是一个半月多些 就已经能够完成 整个城墙的收服 就是因为 是因着不同的人分工合作 因着有大百姓的一个同心 他们就可以立刻将这个城墙收补起来 把握着时间 因为时间很重要 如果是令到身边的邻国的人 开始去对政下约 去集中军力去挑战他们的时候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顺利完成 所以我们这里看得到第三章 它是将整个分工合作的名单 当时无论是祭司 无论是平民百姓 他们如果有特别的技能 全部都放在适当的位置里面 甚至乎大祭司以利亚实 是头一个被记录参与建造的人 在第三章的部分 就是交代这些事情 我们只读第一和第二节 其他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继续读下去 李兄米记第三章第一节 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 和他的弟兄众祭司 起来建立阳门 分别为圣 安立门线 右足城墙到哈米亚流 直到哈南叶流 分别为圣 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 其次是欣利的儿子薩克建造 我读到这里 以利亚实他身为大祭司 他亦是积极帮助尼希米建造城墙 但其实这个以利亚实 后来为尼希米和犹大国 带来了很多麻烦 纵使他是大祭司 后来他和多比亚结亲 也容许犹太人和撒马里亚人结亲 所以其实他是混乱了 犹太人的民族的独特性 甚至乎因为这样的缘故 让他们离开了上帝 成为了很大的困难 分别在以色列记13章 和尼希米记 我们之后看的13章里面 其实都记录了这些事情 但是在这一刻 这个以利亚实 他是一个好的榜样 因为一个属灵的领袖 不是真的 只是在圣经的说话里面去说 他更加要有行动 要参与一起 才可以带领住他的百姓 才让人能够信服 其实这些事情 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有很多时候在教会 作领导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的工作 去做指挥的工作 去做策划工作 但往往是付诸行动的时候 就很少 也有些人在开会里面 就会有很多的提议 很多的方案 很多的感动 觉得应该要做这些 应该做那些 但是往往去到行动的时候 不参与在当中 往往行动的时候 就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方法 这样来 是令到整个团队都会很洩气 感觉到 我们好像想很阔很大的事情要做 但是到实质行动的时候 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没有人参与在当中 所以这个以利亚实 身为一个大祭司 他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尼希米将羊门 摆在他的手上 让大祭司他们去亲自 去重新建立羊门 也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行动 羊门是一道通往城墙的门 在耶路撒冷的东北角 是为了那些在圣殿当中 作献祭用的羊 就在那个地方混入城里面 所以叫做羊门 尼希米叫祭司 去修辑羊门和城墙的其中一段 是显示了他对祭司的关心 同时他也是非常重视 对上帝的那份敬畏 因为在每一字的经文里面 讲到他们建立羊门分别为圣 按门线又触城墙又分别为圣 将每一件事情在祭司这个部分 他提到的就是要分别为圣 所以要找特别的人 找特别的领袖去将事情去处理好 分别为圣给上帝 在这一章里面完全是记录了祭司 金像 香料商 管理的人 和女人 利美人 和商人 他们分别类去处理城墙的不同部分 他们一起合力去建造整个城墙 所以各阶层的百姓都参与在这个重建的事情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他们用52日当时的科技来说 当时的力学工学来说 是非常之困难的事 他们都是平民百姓来的 但是他们可以在52日之内 去将整个城墙 重新的去修造好 这个是他们同心合意 起来建造的一个很大的成果 上帝欢迎不同的人去就近他 他也都欢迎我们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方面上参与侍奉 成就上帝的工作 这段经文我们看下去 可能觉得很枯燥很乏味 好像很铺排着很聚述一些事情 没有什么惊喜没有什么特别 但其实当中的意义 当中人们百姓分工合作 他们努力的为上帝的事情 可以说众之成成去做好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挑战的时候 我们教会能不能够同心 我们一起能不能够同行 在上帝的角度里面 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我们是否都能够 乐意的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尽好我们的本分 在不同的事情上面 我们努力的帮忙 作为领袖的 能不能够亲自的 落手落脚的 去做好每一件事呢 成为大家的榜样 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上帝主多谢你恩典 你在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成长的事情上面 虽然这件事不是完美的发生 虽然在当中也有很多的转折 但是上帝你给我们看见 当人愿意同心合意去做好事情的时候 你的祝福临到 当人看得清楚 那个是上帝你的指示的时候 他们能够知道上帝你的祝福 带领他们去走过 供应他们的需要 并且使得他们亨通 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件事当中 我们看见你的作为 让我们看见你的大能力的主权 我们要将我们的工作 全方的工作 教会的建立 分别为圣 让人真的走在上帝你的道里面 让我们同心地去建造上帝圣洁的殿 让我们同心地去建造上帝圣洁的教会 以至世上的人体见 这个是亲近上帝的地方 以至世上的人体见 这个是分别为圣 因为上帝存在的地方 我是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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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来 wishes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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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吧 定习